我们为什么要读书?这是我见过最好的答案。 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娱乐活动也多了,读书对于现代人来说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。 甚至网上有这样的段子调侃读书,天将将大任于私人爷,必先封其微博,收其电脑,夺其手机,摔其epert,断其wifi,使其焦躁无聊,摆无聊赖,便可用心读书。 特分享名人语录,告诉大家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书。 1.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,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,是读不懂书的。 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,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。杨将。 2. 纪献林。 2. 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,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。 3. 人必须读书,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。 2. 人类之所以能进步,靠的就是能读书又写书的本领。 3. 纪献林。 3. 林语堂。 3. 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,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,而只有抱住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。 5. 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,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,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。 5. 林语堂。 5. 毕书敏。 4. 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。 5. 书不是研制,却会使女人心严长住,书不是棍棒,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,书不是羽毛,却会使女人飞翔,书不是妄能的,却会使女人千遍万化。 5. 不读书的女人,无论她怎样冰雪聪明,只有一世才情,可书中收藏住百代精华。 5. 毕书敏。 5. 周国平。 5. 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?如果我们排除做学问很实际的目的,读书就是我在吸取营养,把自己丰富起来。 5. 我自己感觉,读书最愉快的是什么时候,是你突然发现我也有这个思想。 5. 最快乐的时候是把你本来已经有的,你却不知道的东西唤醒了。周国平。 6. 梁文道。 6. 读书到最后,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。梁文道。 7. 读书多了,容颜自然改变,许多时候,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,不负记忆,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。 8. 在气质里,在谈吐上,在胸襟的无牙,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。 3. 甲评鸥。 8. 能好读书并有读书的好,譬如能吃天地之大,能小人生之难,有自知之明,有欲料之先,不为苦而悲,不受宠而欢,寂寞时不寂寞,孤单时不孤单,所以绝痊愈,气浮华,潇洒达官,于消凡尘世而自尊。 9. 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畏不俗不善。 9. 甲评鸥。 9. 曾国藩。 9. 一个喜欢读书的人,品格不会坏到哪去,一个品格好的人,一生的运气不会差到哪去。 9. 曾国藩。 9. 于秋雨。 10.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,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,11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。 9. 于秋雨。 9. 罗曼·罗兰。 11. 阅读不是为了雄辩和盲从,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。 9. 当我们处在迷茫与困境时,静下心来阅读,你会发现书中的这些话,从你看的第一眼开始就会被它征服。 9. 罗曼·罗兰。 12. 读书给我更多的气息,引导我散布在别人的知识与灵魂中。你踩。 9. 莫博丧。 13. 喜欢读书,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。 9. 莫博丧。 10. 莫博丧。 14. 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,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没有翅膀。 10. 莫博丧。 10. 莫博丧。 15. 读杰出的书籍,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。 16. 迪卡尔。 高尔基。 16. 要热爱读书,它会使你生活轻松,它会有爱的帮助你了解纷繁复杂的思想、情感和事件。 16. 它会教导你尊重别人和你自己,它以热爱世界、热爱人类的情感来鼓舞智慧和心灵。 16. 高尔基。 1. 乔治马丁。 17. 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,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。 17. 乔治马丁。